我們昨天到今天講了兩種錄影的方法 OBS很適合就是如果你要做 我們講的所謂的情境用 你今天不管是變成虛擬攝影機還是直接做直播錄影 我可以搭配很多 這是它的優點 就像真的攝影棚一樣 那今天如果老師您需要的 可能只是 就是膠絕上的錄影 那我就是螢幕畫面為主的 你用Adipresenter是一種方法 它的好處是 你感覺它就像泡泡一樣 加上時間軸 所以老師錄起來 軟體的使用上也不會太難 那如果說老師 覺得 我 還想 連軟體都不要裝的 或者是 有沒有更輕量一點的 也有 我們這裡呢在簡報12頁有跟老師介紹兩個 一個呢 Snake Camera 這個是昨天老師有用那個 Snapchat 那個App 去化身 成 比如說漫畫式的啦 或是 做一些 比較我們講說 像 App那種比較搞怪的 有沒有 在追蹤你的人 然後就在上面加個 比如說今天 聖誕節的 就加一個聖誕節的 帽子 類似像這樣 那 這個呢 是他們那一家公司出的 他也有 用廣播攝影機的版本 也就是你不用手機了 你直接用我們網路攝影機也可以做到 也可以做到 那 他們都是同一家公司 我往下走 給你看一下 他這個呢 我那時候介紹主要就是因應 像這樣疫情 因為我們疫情 很多人 網路攝影機 不開 不方便開 就是 覺得家裡面太亂啦 不太方便大家看到 你看這個日本的多麼辛苦 還要背一個殼有沒有 背一個殼說 在我們家比較乾淨一點 太有創意了 但是很辛苦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的包括Google Meet也好 Zoom 他們本身就有這一次像這樣 自動幫你替換背景的功能 或是背景模糊的功能 那 除了 這樣的模糊功能以外 其實這一套軟體 你可以看到 像這樣 有沒有 沒有用綠幕 放進去的 自動背景就去掉 有看到了 像這樣子 去掉 那 如果呢 有些人覺得不太適合 以真面目看到別人 我跟你講 很多同學 就喜歡當蟲 只剩下兩個眼睛 一個嘴巴 一個鼻子 他就這樣動來動去 這樣動來動去 然後你裡面的東西 就跟著動來動去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是 他很特別的地方 只是說有沒有像這樣 你怎麼動 那隻蟲就怎麼動 好那這一塊呢 我們今天是不完裝 因為這檔案比較大 大概好像 兩三百Mbps以上 就比較大一點 可是給老師看一下說 也可以用這樣子 這個如果 比較特別 它有很多 看你要換成什麼背景 那它有一個類別 就是 walk from home 也就是說呢 不要那麼花俏的啦 它主要就是幫你換背景啦 換一些就是 還算正常人的那種 哈哈哈哈 那其他可能比較花俏的 或者比較有趣的 就是幫你做修片啦 或者幫你做化妝啦 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挑進去 就像這樣 你看我做了幾個 有沒有發現我只要點了 馬上後面背景就換了 完全不用像我們昨天 還有OBS 做什麼虛擬攝影本合成 當然這種方式的 它的精準度 會依據你的 衣服 或者人 動的速度 還有怎麼樣 就是你的整體的一個 就是攝影機的好壞 這個會有比較大的差別 這一種的 而且它比較不適合就是 太多人 或者距離太遠 因為鏡頭會抓不到 所以大部分大概一個人為主 可能兩個或三個 有幾個 兩個或三個也可以 但是相對比較少 主要都是一個人的 就坐在電腦螢幕前面的那一種 或是以這種為主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也可以拍照跟錄影 所以你以後 不用去照相館就是這樣 自己喜歡 拍一下 但是 它這些背景就是你只能照它內定的 它用哪一個就是那一個 你沒有辦法自己換 這是它的一個小確定 可是我們一樣 它裝完了之後 就是一台虛擬攝影機 有沒有 昨天裝OBS之後 不是有虛擬攝影機嗎 所以我們如果要 拿到OBS裡面 其實也可以喔 因為你就選擇那一台攝影機就好了 有沒有進去就是 已經合成好的 所以這樣也OK 等於說我把背景就完全換掉了 你進到OBS裡面 等於經過軟體處理完 進到OBS 你再做一個OBS的合成 所以這樣子也OK 那遠遠的 是不是我們就用過了 你也可以把它加個遠遠的 就OK 所以 像這個 有沒有 我跟同學在玩 我們真 這個在苗栗高上上課 他就喜歡做這個 我只能跟他講 好吧你要喜歡做這個馬鈴薯 你就做馬鈴薯 這樣也可以玩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 也有這樣的一個 軟體可以用 那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右邊這個 跟下面這個 因為各位 你可以發現 這兩天我都是遠遠的 對吧 但是我又沒有進到OBS 對不對 我沒有進到OBS 那為什麼可以遠遠的 就是這個軟體 那有兩種 有兩種 一種就是 你如果說 你要遠遠的 可是呢 你不希望怎麼樣 像這樣隨時站在上面的 你希望錄影的時候才有 你就可以用下面這個 這是我最近看到的 但是還沒時間 寫 這個教學文章的 你可以用這個 那第二個 如果你希望我教學的時候 就是 像我現在站在這裡 遠遠的 那 那這裡 就有一個叫做Long Oom 這一個 所以 請問老師 你是習慣站在前面 還是喜歡站在後面的 呵呵呵呵 就是錄的時候呢 就像我們 昨天用那個叫做 顯示器解取一樣嘛 反正你錄的時候 看不到自己的畫面 這樣不會緊張 如果你是這一種的 錄下去的時候 還會看到 看你啊 看你 那 我想 我們用單純一點的 我們用下面這個 因為下面這個 連軟體都不用安裝 直接就雲端服務 而且如果你只有錄影 連註冊都免了 這樣可以嗎 好齁 我們來試看看好了 這個叫RecorderCast 有沒有 你們進到簡報12月下面 是不是有個註解 你就直接把這個網址打開就好了 他目前的缺點就是只有英文 只有英文 但是 沒關係 還算 單純 所以我等老師一下 你先找找看 不用註冊喔 就可以用了 現在大家找到之後 我們馬上就來試一下 你看 這裡 有沒有一個 Star Recording 紅紅的 對不對 你就按下去 他這個 服務我覺得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 還包含了 影片剪接的功能 就等同 Active Printer 拿到 網頁上 當然他不是那種 簡報式的那一頁一頁一頁的 他比較像傳統的 比較像傳統的 所以 沒關係 但是 錄影的部分是完全不用註冊 你如果是要剪接就需要註冊 好那我們先試看看 你看 Start Recording 他有沒有問你 你要screen加webcam 還是只有螢幕 還是只有webcam 那假設我兩個都要 按下去 下一步 這個時候 因為他存取你的麥克風 跟網路攝影機 所以就需要全線 所以你按下去之後 來 按下去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左下角這裡 他說我需要網路攝影機的全線 那我現在這個我先把它關掉好了 這一個 我看一下我換成另外一台 因為 他每次都會抓到 這一台 我換另外一台 好 OK我現在換成我 另外一台的 如果他出現左下角這個 你就按一下 有沒有 這樣我 你的進去 如果你有允許的話 他 應該就會抓到你的畫面 這樣有沒有看到你的畫面就在這裡 還可以移動有沒有 欸 所以還不錯吧 欸 你看一下 他還有遮罩喔 你看 這個畫面 你看上面是不是有個像mask 按一下 你可以選擇要圓圓的 還是要方方的 還是 不要出現 都不要裁切有沒有 圓圓的 方方的 不裁切 這樣 有了解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也蠻有創意的啦 好如果老師你的那個攝影機他抓錯就在這個show mode這邊 按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選擇不同的攝影機 對不對 這裡 好 那現在呢攝影機 OK囉 接下來 要做什麼 是不是要準備要錄影的 對不對 他已經幫你 全線 都弄好了 我們現在就 在右下角這裡 我這個 這一套就先關掉了 先暫時 沒關係 先溜著好了 按下 開始錄影 他就選擇 就請你選擇說 你要注意一下喔 如果你要把系統的聲音 錄下來的話 其實如果之前 疫情的時候 老師有注意到 我們在 什麼時候 如果你要那個Google Meet 你要分享那個桌面啊 很多人都遇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沒聲 就是在這裡啦 因為你沒有把這個 有沒有 聲音錄進來你看 他說你待會要 把聲音共享出去 因為他這個沒有安裝軟體嘛 所以說你要 跟他講 有沒有分享聲音 這樣他才會 抓到系統的聲音 不然就只有麥克風的聲音 因為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播影片的時候 聽不到聲音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沒夠 好那我現在勾起來 因為我有雙螢幕嘛 所以他會請我選說 你要錄哪一個螢幕 好我就錄這個螢幕 點到他 開始 各位有沒有發現 那個畫面不見了 但是 是在裡面喔 對對有就要錄了喔 那我現在 我這個畫面我把它關掉 好這個是我自己另外一個的 我把它關掉 實際上我們現在 你的畫面就在左下角 那我就切到不同的地方 切到不同地方 那他在下面這邊 你只要是用這種螢幕式的 他都會有這個 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把它隱藏起來 也可以 你不隱藏也沒關係 不隱藏只是提醒你 你現在在錄影這樣子而已 好 那我現在呢 切過來 切過來 假設我們這樣講解完畢了 那我是怕停止了 那去哪裡停止 好像沒有看到 你要回到原海的那個頁面啦 有沒有在這裡 你可以暫停也可以停止 好停 各位 錄好文 有沒有 在這裡我們先play一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畫面 但是 是在裡面嗎 對 這樣是不是在裡面 你看 還可以移動 你有沒有感覺 就跟我們剛剛用Eddie Blender一樣 實際上我們可以 啊 這樣太大了 啊 你把他放那麼窄 呵呵呵呵 這樣有沒有 很好的一個 後製的剪輯方式 你只要用這種 這樣子老師平常上課的 是不是也可以用 你可以選擇嗎 那你就不用說 我還要額外再幫同學錄一份 他可能 萬一真的不能來學校 要 複習 或是看課者的時候 就可以用它 當然我還是鼓勵老師 就是可以的話 最好就是 把自己的畫面錄進來啦 因為畢竟同學有看到你的畫面 感覺你有認真上課 嘿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你錄到這裡 覺得OK了 直接按下載就好 你看我們剛剛到這邊 是不是都沒有註冊 就直接用好 但是如果你有需要剪接 你可以按下這個 下面它有一個那個 編輯跟輸出有沒有 按下去 但是呢 這個 如果你 要 剪輯好 要輸出的時候 它是需要註冊的 但是 編輯的過程是不用啦 你看 有沒有跟我們80%的一樣 分成兩個圖層 這個 就是獨立的 有沒有 那 如果老師發現 這裡好像找了東西 沒關係 它還有文字 你可以自己打文字進來 丟進來 放到後面 對不對 你也可以拉上來 加上一個背景 做說明 這樣很討厭喔 連軟體都不用裝 呵呵呵 所以它這樣子撥一撥你看 從這邊撥一撥撥到後面有沒有就換這個 你可以繼續撥下去 就是繼續編輯下去 最後要輸出 就是從這邊 輸出 可是這裡就是要註冊帳號 這個等於說它的專案要留在上面 當然這種方式 老實說啦 不適合編輯很長的 老師你要錄一個小時然後再來編 我是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成功 因為 錄一個小時總是檔案比較大嘛 所以 還是鼓勵老師就是錄一段一段 大概5到15分鐘一個小節 可能您的這個 按照您的上課的節奏 大概一個小節 兩個小節就該停止一次 這樣會比較保險 OK 而且它可以做後製 所以如果 比如說我先錄完了 就先下載一下 那您真的要編輯的時候 你看 Media 有沒有發現我還可以把 電腦裡面的檔案放上去 我就選 剛剛 不好意思 老師 拍一次就要永久用下去 上我的課都比較麻煩一點 好拿進來 你看這樣是不是具備了 對不對 所以 你也可以把影片拿進來再來剪接啊 所以你也不見得說 我上課當下就要剪接完成 你就先把它下載下來 等到您要編輯的時候 我再進到這個標準的介面來做 甚至你可以繼續錄下去 有沒有 再多錄一段 我這次我可能只要錄這個 螢幕的就好 一樣 看你要選哪一個畫面 記得如果你有 系統的聲音 麥克風沒問題 你剛才已經允許了 所以會進去 但是系統本身的聲音 比如說你要播影片的聲音 或是 那個 其他的 就是要 有沒有這樣就開始錄了 那我們就看看 我看到了 他沒有辦法讓你錄 一個小時 這裡有限制10分鐘 有沒有看到 就是10分鐘以內一段 10分鐘以內一段 所以老師要自己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這個區段做 好停 有沒有 使用 這個時候有沒有多一段進來了 再拿過來 是不是又繼續編輯下去了 這樣 所以 這個 我是還蠻喜歡的 因為 他在 使用上有他的靈活度 就整體上 雖然沒有中文的介面 可是 就是 你感覺起來 就好像我們 從OBS跟 那個 ADI printer 把他兩個有點 架在一起的感覺 而且又都是在雲端就完成 那缺點就是 老是要注意一下你的那個 網路的速度 因為畢竟這在雲端 所以如果你網路速度真的太慢的話 可能 他錄完 傳上去的 這個過程 就會比較 不是那麼順暢 這個是老師可以稍微 試看看 您可以 稍微 玩一下 好